台南南西 我現在就是很瞬間移動 從花蓮跑到了台南的南西 你看我現在坐著遊園車進入了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啦 Jimmy哥在花蓮做地方創生 然後做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也幫助當地就是活絡起來 然後我現在來到台南南西這裡呢 聽說有一個很美麗的秘境 然後呢讓你不用出國就可以感受到吳歌窟的魅力喔 而且還有一群人物呢 他們在這邊免費提供你餐食啊還有食宿 還可以讓你去深度的體驗到很多當地的文化風景 怎麼會有這麼好康的事情 我告訴你啊 有一個很有風味的房子 好康玻璃窗 好康玻璃窗 一看就算是一群師傅們在那邊跳舞 看他們在跳舞又不覺得在稀稀耶 就是他好像有一種很特殊的魔力 我要來開始接受一些新的一些刺織了 原來縫法原來師傅和尚是可以這麼沒有距離 然後這麼活潑的 好 好 你好 你好 哇 我剛剛進來的時候 因為隔著玻璃門就看到很多師傅們在這邊跳舞 是 是 我有點驚訝 我有點驚訝 因為隔著玻璃門就看到很多師傅們在這邊跳舞 因為一般我想說 哇 祭壇應該裡面是師傅們在打坐 然後正在做功課什麼 是 和尚他們為什麼是在跳舞啊 這個舞我們練習的過程 它其實是 因為我剛剛有幾個動作 合掌啊 蹲下去啊 跪啊 那是表達說 我們對待佛祖的一種崇敬 然後手舞主導 那種表現法 所以我剛剛其實有被感染到很想要跟著動 那這個舞式像我現在就想加入是可以的嗎 可以啊 這真的嗎 我可以學學看是不是 可以啊 好 那我先跟師傅們一起練練看 一起來練練看 我覺得太不一樣了 好顛覆我的想法喔 不會 要讓人家感覺到說 其實出家人也是接地氣 這是一個合掌 這是一個觀察眾生 然後大家動作一致的話 是一種慈眼示眾生的感覺 哇 現在找隊長 杜眾生本來就不必那麼嚴肅 再來就是說大家都已經那麼辛苦了 你就不需要那麼嚴肅 是不是這樣 然後合在一起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合成一條線 大家這個心連心手連手 然後與眾生沒有分別 一切眾生都能成佛嘛 長期以來 那個華人的文化裡頭 他把佛教的修行過度三靈化 對就是好像就是要不要在樹下 要不要在瀑布下 然後就是那種要就是吃得很少 然後睡得很少 然後大家好像會有點距離 但這邊不是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佛法本來就不是這樣 它是被文化塑造成這樣 所以合上我今天有機會 可以請您帶我去看一看 這個不一樣的秘境嗎 因為聽說它不僅僅是這樣子的內容 還有一些很厲害的地方 是可以去感受 甚至可以拍網美照 可以喔 那個地方是 早期建設的時候 有道教的神 他說他要建一個秘境 對一個殘修公園 現在您有空帶我去看那個秘境嗎 可以啊 我們讓師傅繼續練 那我們去一起去看 好好好 謝謝和尚 謝謝師傅 小心 好 這裡高低 還有雨剛下過 有點滑 你看這整個石頭 好像我覺得走進這裡 真的是一個秘境耶 曾經有人來拍cosplay 真的嗎 這裡還可以開放cosplay 有啊 那陣子有人來拍cosplay 就是拍這個內容 所以說 很好笑 這個整個造景 它是有經過很精密的設計圖啊 然後去把它規劃才做出來的 還是它有經過什麼樣子的設計呢 因為這裡真的 感覺很天然 可是又很有巧思耶 這說起來有點 一般人會覺得太玄秘 不過事實就是這樣 是 就是一位老尼斯 他當年是道教徒 然後天上的仙人 來教他 手把手 教他 怎麼樣弄 把它弄出來 喔 所以說他其實是 是在可能在睡夢中 或者是在冥想中 沒有 就像這樣 他就像看得到那位仙人 他就跟他講 怎麼打招 對 一般的遊客 或者是 想要來這邊 這個漂亮的花園玩的人 是有開放的嗎 曾經有爆量開放 爆量喔 對 一天一萬兩千人 一萬兩千人 擠在這一個漂亮的小公園裡 對啊 你一直看到人啊 你沒看到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後來我們就開始用網路設計 那 大概我們會在台北車站 6月15到 SPA那邊 那個我們公告那個網站 喔 公告網站也同時公告網站 怎麼使用 怎麼登錄 怎麼來登記進來 喔 所以以後就是有開放 但是你要先透過網路的 特殊的平台 然後申請預約才行 對 其實不是說 不是說什麼 古達啦 不要人家來 不是 是要保持台灣很難得的這種 宗教3R公園 然後 RELAX 然後呢 RENEW RESET 這樣子 3R公園 這種 這種公園的禪修公園的 這種氛圍 好像 所以這個3R公園這邊 還有什麼樣的秘境 或者是值得以看的地方 嗯 有 我們有兩個山洞 喔 那個山洞很特別 很特別要去看是不是 應該要去看一下 然後 裡頭也有 也有它的 飛飛飛飛飛的東西在裡頭 哈哈哈 仙女 哈哈哈 所以 我建議你 噔噔 這個交給你 這個交給我意思就是 叫我自己去看 是啊 自己去拍 試試看你的冒險精神 好 還有你的 這個眾生緣好不好 也要看看我拍攝技術好不好 反正觀眾如果看到 畫面都在動的話 就是我拍的 不是攝影師拍的 哈哈哈 不是他正在跑 哈哈哈 我給人家追 好 那我就自己去一探就進了 好的 謝謝和尚 好 密境的公園裡面 確實在好會有密境 我現在該怎麼辦 中路時你知道的 一年才0.1公分 這樣一點點 那你就10公分 就已經是百年了 對 趕快 直播在開始了 老弟叫我樓下 趕快 老母娘 第一次 中午10 台灣也有中午10洞 這到底是哪裡啊 好可怕喔 可是又 又感覺很有味道 神奇 你看 是騙蜈 也太多了吧 我天啊 我現在該怎麼辦 我現在該怎麼辦 我說 不好意思喔 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那麼多蝙蝠欸 我真的是 蝙蝠在飛欸 這跟我在澳洲看的中和石洞真的不一樣 就是非常的原始 而且生態一定要夠好 蝙蝠才會來這裡棲息 秘境的公園裡面居然好會有秘境 有了有了 我看到洞口了 我可以 我可以出去了 那個背面 對那個 哇 有嗎 好 好緊張喔 好緊張 我覺得 那個中午石洞啊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原始欸 因為有一堆蝙蝠在裡面欸 所以合上這個中午石洞 它是天然的 就在這個地方生成的嗎 所以很厲害齁 對啊 一點都不是天然的 蛤 它不是 它是造景喔 對就是我跟你講那個仙人 它就是這樣疊疊疊就把它疊出來 而且沒有圖喔 沒有預計喔 可是中午石又不是一般的石頭 那它是從哪裡來的欸 難就難在這裡 對啊 中午石是從這個菲律賓 菲律賓坐飛機來啊 坐飛機太貴了 床運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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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菲律賓也還沒有說制定法律 說不外流 後來就是我們買了這樣子的內容 他們也制定說經過這不外流 所以就是獨一無二非常珍貴的中午石林 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中午石你知道的 它一年才0.1公分長一點點 那你就10公分就已經是百年了 對 那你可想而知 它凝聚這麼多天地自然的這些能量啊 歲月 然後嫁接在這裡之後 其實還有什麼呢 不敢跟你講 有一條金芒子 啊 還好你沒有講 那他有這麼粗喔 他住在裡面喔 有這麼粗 他住在裡面喔 好謝謝他剛剛沒有出來 我們有跟他講說 啊 你那個齁 你現在在這邊修煉 修煉 但是你不要出來 你嚇到他 他真的沒有出來耶 謝謝喔 他沒有出來 我們已經跟他很久打招呼過了 很多人想要抓他耶 好可怕 真的假的 太驚奇了 真的是太驚奇 好想我覺得在這邊啊 體力要非常好耶 你們不管是石階啊 或者是一些佛像啊 或者一些造景 其實看起來它完全都像是天然的一樣 不像是人工去做的人 對 但是其實 這裡都是人工的 這裡都是人工的 當然有一些部分的一些真的石頭啦 但你大概看得到的 它其實是人工 然後它也 它也不擔心你看出它人工的那些手作的樣子 它就是 要做出一種腿肺感 好想來來請問一下 因為它的那個腿肺感 跟它的整個的氛圍 跟吳哥窟真的很像 人家說台版吳哥窟就是這個地方 對啦 那就是一般網紅的魂稱 對 我們就是其它真正的名字 是小埔我禪修公園 究竟您會比較希望來到這裡的人啊 他是什麼樣的感受呢 是要以這種宗教的方式去感受 還是它就是一個觀光景點的方式去感受 其實我們寺院它本來的用意 當年那位仙童 他見的時候他就有說 他說 我們有問他說 奇怪怎麼會先見公園 見廟 對 見寺院 他說沒有這個公園本來就給度很多人 那我們當然所謂的度人 那它就不是一般的觀光 對 可是一般人你說叫他來什麼廟裡 拜拜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對 但是那裡他會把它想成是一種觀光 那因此我們就會用這種情境 山水情境 還有這些未來啦 將來有各地區的說明 我們來表達它是一個禪修公園的概念 對 所以其實像在經過剛剛 中魯石洞的這樣 我就有點緊張 就是好像 欸我真的要往前走嗎 其實在過程中 好像會跟自己就是稍微對話一下 然後走到這邊之後 你就看到牆上啊 然後有非常多的佛像 還有很多壁畫 是 其實它並不是一個 只是讓你來玩 留下照片的地方 是 可是你帶走的是 你在這一個路程當中的感受 跟自我對話的那個 很像我覺得就是走過來之後 不是只是拍照之外 我覺得會讓很多遊客會想要再 回去再Google啊 去了解一下他走過的路到底是什麼 我剛剛其實上上下下跑了這樣一趟 就肚子有一點餓了 想要請教一下 這邊除了有好看的美景 然後呢有這種殘袖的氛圍 有沒有好吃的東西 有 那個 我等一下帶你去煮一下這個什麼 就是清蒸的那個 清燜絲瓜 就是很想要親自煮好料 讓我享用嗎 是的 這麼開心 是 趕快趕快 直播在開始啊 老弟叫老家 趕快 阿姆叫老家 一百個 第一百個 欸 你們說一百個 會不會太容易了 那如果在一百五的話 我送你一串念珠 一百零八粒的 好不好 這樣可以吧 可以可以 鼓拿一下鼓掃一下 鼓掃一下 謝謝 大家都開始刷起來了 趕快看喔 趕快留言喔 你聽一聽到 你真的平常都會開直播喔 眾生難度啊 哇 就這樣子 很多人覺得說 出家為什麼要李光頭 因為李光頭不用 欸今天中分 明天旁分 後天後分 再來撇左邊 撇後邊 都不用 來鼓掌一下 這樣場面才會熱 超可愛的 好 爆香一下 爆香一下 然後全部把它放下去喔 這有一點點小焦都沒關係 這樣子喔 就像泡咖啡一樣 會有層次感 OK 好 然後呢 噹噹 有沒有感覺味道 香香的囉 那個絲瓜的 清甜的味跑出來了 是你們自己說要我 只煮一條的 等一下不夠吃 不要那個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一勺啦 好 你一定很難想像啊 怎麼可能 不要加半滴水 對吧 然後這個 噢 悶它 你怎麼當初會想要出家呢 感覺您如果在目前工作 應該是一個 Superstar 有沒有 就是那種很帥氣的那種歐巴 又會演戲 又會唱歌 又會跳舞的那一種 對啊 你過獎了啦 其實是這樣啦 因為我 我立志要探尋真理 我從小 我小學五年級 我就說我要做物理學家 我五年級就立定之項喔 我小時候把一百 一百本的那個什麼 科學偉人都讀完了 在出家之前 有沒有交過女朋友 嗯 我也算起來 算五個啦 哇 他的觀念其實 教我們就是要 善良的去做很多事情 然後因為這個起心動念 其實有感動到我 想說今年做了一張的打工換術 讓更多的年輕人可以在這個家鄉 做一點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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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小五 我决心要做物理学家 我就再也没改过我的第一志愿了 我当年成大奠基系的成绩 结果我去读物理系 人家说我讨个派 我跟人一样 我也交过女朋友 人面对太多问题了 从生存到生活 就已经是一堆问题了 就像物理一样 它应该要有个道理 您还在读物理系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读了一个 选了一门课叫做相对论 相对论我考了很高分 很高分但我还是忙了 我觉得说相对论真的是很好 可是他是物之理 生命之理还要更深 和尚是个暖男 从刚刚在 谢谢 不客气 看您在弄直播 然后在跟伙伴们沟通 或者是在做很多事情 都是散发的阳光温暖的一个大哥哥 所以大哥哥在大学的时候才决定要出家 那在出家之前有没有交过女朋友 同伙算起来 如果比较松散一点也算 算五个啦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但是何尚你好老实喔 就是非常非常的老实的分享 对啊 我是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人生的一部分 那他应该去理解 而且我一直觉得很感激啊 有时候甚至于出家修行是 必须要懂得爱与被爱 洗碗的时候我已经决定了 我就跟他讲说 我可能不太适合家庭生活 那我们可能到今天为止 他说他也在洗碗啊 我们在庙里吃饭啊 大家都学佛 他说哦好 就这样 那我们现在还要往来啊 他的LINE也会 有时候会问我一些问题啊 这样子 思瓜本人 你看这汤汁出来了 写一点那个什么啦 写一点说 我爱素食 不要再写阿弥陀佛了好吗 我爱素食 他照顾直播的观众 他照顾现场的人 然后他还要跟我聊天 一个人是可以一心多用 而且非常有感染力 跟我一般想象中的 比较孤独孤寂 寂静的那种和尚是不一样的 他很入室 然后他讲的东西是让我觉得 很能够接受 不会那么遥远 然后又会觉得就是 他一直给我很大的惊喜 嗯来台南玉井 就要吃台南玉井最有名的这个 芒果 芒果冰 芒果冰 来师傅好 好 谢谢喔 欢迎光临 好谢谢谢谢 来请坐请坐 你好 老师 这个冰很好吃耶 我看到那个 酸面好 什么需要测自己先倒进去 这是什么特别的好复材喔 对啊 就是因为有点问题的 我总是说其实有的都没有问题 我今天来这里是和尚没有来的 我跟我那个原来的 有啊有啊 我跟你讲 你都时长在带到 记得了 因为那 你以前要记得到 那没关系啦 因为你的儿童 你这样不要时长呆帽 给你看 哈哈哈 对啊 你儿童 你看你还有记忆感那么好 你这个 我跟你讲 像你下巴也更好 然后眼睛又大 又是没有心机的 谢谢老板 你最好看就是 你那个鼻子就是正材 然后又可以锅材 这是真的鼻子喔 不是 哈哈哈 这材可以锅进来 那和尚你刚才就 玄学和佛学 有什么相冲突 还是有什么相似的所调 没有啦 没有冲突 因为 因为本来很多人 我里面还有师傅 以前还有学校上名 上名就是像我们老闆这样说的 是要走到我们自己找的路 心好 要让众心好 方法 但我没有讲而已 那一小子差变了而已 那个悠寒啊 是吗 老闆有很多 因为万佛寺啊 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都知道这个地方了 有没有因为万佛寺的关键 会有更多的人来这边游览啊观光 有很多 这么小喔 真的有 是 是 你人家出来了 我们要去万佛寺 我们要去看 万佛寺能够 有很多年轻人来这边游览啊 一定 一定希望啊 我这年轻人可以打卡点 这样喔 你那个很漂亮 大家去看我 我真的不够漂亮 这个地方 这块土地可以承载 年轻人想要做梦想的一个地方 法杖法师 然后其实他的 他的观念其实教我们就是要去 就是善良的去做很多事情 然后因为这个起心动念 其实有感动到我 然后我觉得说 我已经回乡十年了 我觉得我应该去多做一点事情 所以我就想说 今年做了一辆的打工换宿 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 可以在这个家乡做一点事情 我想跟您分享 就是我 睽違一年再度回到佐证 然后佐证其实那时候 我们来拜访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 比较人口外流啊 年轻人外流 好像没有什么活力的地方 可是那边就会有一群人 就有一些心愿 然后做很多事情 然后和尚你自己做这么多事情 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是我是真的是希望说 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台南 我希望台南 包括佐证在那里 一些年轻人 有机会回到地方来 自在十方也OK 可是台湾更需要顾本 那佐证上次我来拜访 它就是一个 快要被遗忘的一个小镇 但是这次来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 难道我上次有遗漏了谁 忘了拜访吗 这是一个什么了不起 或者是在地的有趣的人吗 有 那其实我们这样佐证青年 这个其实连在中央政府 都对他还有点印象 真的吗 对他多少有在我们市里走动 很勤快 也很有想法的人 他也在这边做了一些 他自己还做了一些打工换術 很有意思 其实就是在万博士宜贼这边 有一个像是打工换術一样的 一个工作 来度过假期 因为可以体验这边的风土民情 就是一般年轻人 比较不会接收到的 一些在地的资讯 也是拨滤 比较不会去宣传的 那就借由在万博士工作的机会 那种体验万博士里面的佛法 俗世 还有跟着万博士的步调走 然后一回来就 今年是第十年 回来第十年 我要问人家你今天几岁 32岁 所以他22岁回来 其实是蛮早的 对啊 为什么会想要 很有心的 想要回佐证 因为认真讲我对佐证就是 上一趟来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需要年轻活力的地方 希望年轻人回来 然后 这次回来觉得 诶 真的很多东西好像慢慢的在活起来了 家乡老师问我说 诶 佐证刚好有一个机会 要不要想要一起回来创造 那时候就回来了 然后这个之间其实也看见佐证 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回来做一些事情 那因为其实后来也有接触到和尚 然后他其实很多行为感动到我 就是他的一些理念 包含就是我们要去善良啊 所以后来我觉得说 我今年一定要在佐证做一个这样的 专才换术 希望找不同的年轻人来佐证 做不一样的事情 生命安安稳稳也可以一辈子 为大家着想 或者你生命中最有价值的 的这个理想 来为他努力 我觉得这不是生命本来的意思吗 如果啦 如果你没有参与到这个 导工换术的活动的话 其实你对佐证的印象 可能就是在历史课人们上面 会看到的那一些 画石轮 对 画石轮 或者是书本上的资料这样子 对 其实对于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的感想是 我觉得还蛮特别 而且蛮奇妙的 那你有常常到市里去做这种活动吗 会喔 基本上很常去 真的 对 那边是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地方这样 一个乡下的一个新的环境 对一个都市小孩来讲 那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对 这种全新的经验 或许它现在是新奇 但是未来它的人生 需要宁静思考的时候 需要重新重整的时候 它会回忆起来 这个可亲近的地方 所以我有感受到了 尤其是 好像这么的活泼 这么的能够让大家觉得安心 然后又不是说很自私化的 去做很多就是你想得到的活动 是的 都是很有创意意想不到的事 是 我也希望说经过这个创意 让年轻人觉得 我愿意试试看 然后不会觉得那里太拘束 其实宗教本身就应该要 具有这种样子的 所以先让年轻人回来了 然后呢 就会这样更多年轻人被感染 然后就再一起回来 是 我去推动什么宗教基本法 你读物理系的你干嘛搞法律 我们是法治国家嘛 越来越法治了嘛 我不去谈一下也不行 有人会说我是一个新潮的和尚 或者是异世代和尚 我觉得这个是包是匾都随缘 但多少是描述了我的样子 也就这样了 台湾有咱们的故事 咱们的心情咱们的爱 美丽土地甘大海 台湾有咱们的故事 咱们的理想咱们的海 作为驾出好将来 BiK Arrived 覆参加시간 BiK Arrived 美丽土地甘大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